大家好,歡迎收看9月15日的司機金鐘直播 我是豪德 我發覺有些朋友很支持我們 剛才聽完飯口 現在都繼續聽聽我 我決定說少一點,同事說多一點 因為那三幅皮真的被人扔雞蛋 司機金單位價格要報一下1435.120923號 Likeo我看到都在 剛才聽完是否上來做節目 不給面子好得,給面子飯口 先說剛才做這個節目 沒錯,說一說 大家支持一下飯口 今次好像沒有被人扔雞蛋 所以好一點 下次要準備多點事 如果不然煞口汪汪 就好像對不起觀眾 不過沒有辦法 我都要平衡一下 大家說說說說 都要做好自己手頭的事 OK 當然,今早大家第一個問題 當然是問澳門 我看到我們這邊的留言區 都有人問一下 要說一說 以防一些朋友 還未跟足太足的新聞 第一,今天的豪島股大跌 大跌的原因 就是澳門有些資訊 關於博彩業 因為本身去到2022年6月 即明年6月 他們的牌照是到期 你知道現在有幾間博彩公司 即澳博、銀魚、金沙、丙美等等 現在為什麼突然嚇到大家呢 因為其實在諮詢有幾個重點 當然就說 譬如說會強化社會責任 諸如此類 不過最具體的 就是第一 可能想多些政府的代表 加入董事局 即直接干預一下 或者給一些意見 在營運上高 甚至股權上高 要多些澳門的個人或者機構 因為現在都有相關的要求 好像要10% 不要緊要多些 大家覺得這些是否大家聽得很熟 同一些滴滴 同一些阿里巴巴 差不多 這些多些股權上的轉換 甚至乎你說派息等等 都有影響 大家一聽到監管 當然就震一震 當然股價都反映給大家看 不過我想大家可以值得去考量一下 就是大家究竟覺得今次這件事件 是針對行業 還是針對國家 是否專門去整軌外資呢 當然這幾個月的觀察 傾向相信應該是針對一下個別行業 還是敲山擊虎 告訴你針對一下外資 拿澳門這邊來制一制期 當然不能否定這個可能性 不過如果真的已經開始全面 或者開始有這樣的思路去針對外資 似乎都幾嚴重的 如果這件事真的會繼續發展發酵下去 不過無論如何都好 你外資或者大幅幅投資者 怎樣的形勢都不排除可能 這段時間就當是深大深細 大家當然先估為敬 因為估中了是沒有獎的 但不論如何 大家說明明那些奧博、奧瑜 不是外資都中了 不過認真地說 擺門都要擺在這一邊 當然我自己 再說多次 我自己就傾向覺得 都是行業的味道比較重 不過因為我自己本身 又不是很好賭 又不是很好賭業 又不是很喜歡接飛 所以今天直接對我的影響就不高 不過始終看到這樣的新聞 就是民者傷心、聽者流淚 接飛刀 我覺得都是不容易的 都是用那一句 因為大家看到沒有拿著的 就想著拼不拼 不過每次 即無論你覺得這次的這個政策 其實是諮詢來的 說真的 是針對行業或者針對國家也好 現在這些風頭鎖細 即是沒有被它燒傷 其實已經拖奶 衝進去 我覺得都不容易 廣告這麼弱 還要找些弱勢的玩 其實真的太過高難度挑戰 我自己覺得 所以沒有貨的 好像我這樣 都是只有看著 令人開心 不過說回具體的影響 應該沒有那麼大 我相信 始終是大家都會說 或者不買都會說一下 好像我這樣 不買都會看看 但是直接影響 始終是沒有之前那些科技行業 科技版塊那麼多 即是你劏一隻阿里巴巴 或者劏一隻騰訊的影響 就算各客沒有 各客的NPF都中 所以影響大一點 澳門可能 可能 就不是個個都有拿著的 所以我覺得 影響之前沒有那麼大 不過氣氛是差的 美股本身都已經開始弱弱 大家都打算整 大家的情緒都開始淡黃一點 你見 講一下美股 先按GIP出來看 那些幾天都一樣 高開低收 都好像倒下倒下倒下 不過還是那句 便倒下倒下 每次跌到差不多 大家怕吃虧 可能會回頭 好了 另外一個 昨天答應了 說兩句 結果Ada沒有什麼說 關於Apple Ada說跌10ポイント 股價 最大的驚喜是iPhone13,最有驚喜的 最有驚喜的是小型,Apple Watch是很大的 现在是带的带的,大一点,弯弯的,不是平面的 整体格局对Apple好像很一样 不过留意美股,最大的龙头开始是粒粒的 之前有些败售,出的产品没什么惊喜 可能暂时美股变了方向,动力就开始散失 不过也是那句,我不看死他 大家常常鼓励我们的底下 NPF是七成北美 看多些北美可能会好些,心情会平衡一些 不过具体一点,其他那些吹水一些 今早我讲一次,想听自己听回 那些今早没有讲的 今早没有讲,包括这些数字 我觉得都真的要留意一下,就是大陆 今早刚刚出的,10点左右出的数据 我觉得最值得关注当然就是零售数字 因为8月份就按年都是有增长的 不过就是增长2.5% 跟着你记住之前是8%的 就是上一个月,这个应该是7月份 预估本身也是7%的 其实大家都预料会暖一点,因为疫情 不过出到来,其实只有2.5% 其实都难听一点,都是失速的 某程度,这个我觉得 所以你都间接认证了,为什么这一轮 那些消费股不行 近几个月的消费股全部都不行 除了sportswear之外,某程度都是在这个 告诉大家,其实这些东西跌得都挺厉害的 8月份 那么,就讲讲一下,自从7月份 我想阿爺都看到一些东西开始脱脱的 其实都开始发力了,降准又降了 接着基建就会上马,这些地方有些钱可以洗一洗 看看会不会可以学到美国的那条路 就是坏消息变成好消息 因为每当经济数字一般的代表 政府的招数会多跌了,希望会是这样 但是就这样看,其实都令人担心 这个零售数字 因为都是大陆几个增长货车头 零售本身都是近年,希望谷得比较厉害 因为你的投资拉动那些,你什么都起了 出口暂时都好像好些 但是这个真的,我告诉你,你真的靠自己 如果自己的消费不行,你究竟找什么甜的洞洞 内放又不行,所以这个真的令人有点担心 所以为什么我告诉大家,这段时间的消费版法 我们都不是很多,就算试亲那些都好像一般 希望疫情过去之后就会反弹 因为7月份,因为国内疫情是有,部分都是有影响的 不幸地,最新大家都知道,福建,泉州那些都种 泉州其实就是大部分鞋厂的厂,全部都是泉州来的 就是姓丁那些,那些影响去他们生产 听到那些鞋厂都出了事,不过是不是上市了几间呢 我暂时未求证到,求证组再跟大家讲一下 OK,那我先说这么多,因为阿桑和Kelvin今天都多些东西 跟大家讲的,先交给阿桑去更新光复,今天挺好的 光复是相对来说强一点的,麻烦你阿桑 麻烦你阿桑 其实也有问到,但我没有很详细地回答 就是说,当早一两个礼拜的时候,农机阿中环这些 其实在插下来的时候,究竟是因为什么事 其实最主要我自己有听市场的一些理解 就是说,可能是近期他们的一些上游的原材料涨价 会不会影响整体整条线的margin 其实这里就,这个就不是specific一个公司来的 反而这里更多就是整个行业,他们的上下游的margin 分布,根据是几个不同的情况 这里可以稍后再讲,先讲一下整体在硅料、硅片和电池 和组件整体的价格近期的走势 因为今天就应该会更新9月15日这个礼拜的数据 暂时这个礼拜没有,拿着上个礼拜去看 其实你会看到整体在8月初的时候 刚刚过了一个月,整体整条链的价格 其实都是会升了一点点 但是你看看他们整体的幅度 其实就不是说真的很大 你看Policylicon原本最低的价格去8月的时候 其实都是205-203左右 其实Total应该是大概3%左右 你看到Waver和Sell和Module 整体升得相对也会更快 所以看到整体下游的开工率 之前也有提到,在8月的时候 其实相对陆陆续续来说 都是做得好一点,尤其是在9月份 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更新 其实市场之前也有提到 就是说Policy的价格 可能升到210元 接下来会不会再升上去 如何影响这些Module和Waver的价格 坦白说我自己觉得影响不是非常大 我这里就很简单拿了主要现在暂时 龟片的尺寸166mm 来做一个例子 因为始终166mm 现在暂时还是一个主流 这里就没有用到 102和210mm去说 如果你看看整体 你可以看到Policy的价格 我分开了三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就是 由2021年1月到现在 我看了一个平均 和Quality的价格 和上周最新的SWOT价格 你会看到SWOT价格是209% 其实如果用那个价格来看 其实都是69% 在整条产业内的毛利率 暂时也是最高 现在市场的话 我听一下行内的分析师去看 其实现在暂时 Policy的价格 他们去预计Q3、Q4 之前也有提过 其实都是180-200元人民币左右 所以变相 看回整体的margin 如果是Q2、Q3 整体行业的margin 其实都是58-68% 都是整条产业内的margin最高 当然大家要考虑 2021年上半年 和2020年下半年 他们的基础也是非常高 因为那时候是70-80%的margin 所以整体如果对比的relative 就会有明显的下跌情况 因为始终margin 即是你看看Policy的价格 Q4或Q1 其实已经陆陆陆陆陆有很多不同的产业 产业内的产业 所以变相他们的价格 不能保持太久 所以另一件事 如果你要推下去 就是看到他们的整体waiver waiver 其实你看到spot price 是去到5.1左右 如果去到5.1的话 其实那个margin大概是15% 其实都是in line with 我之前听龙基他们有个call 其实都是说Q3Q4 其实那个waiver的segment 的margin都是15-20% 那这里15%好像是low end 但因为这个只认为166mm 因为龙基主要是大部分 现在开始是shift去做120mm 那大家知道 如果你120mm 的waiver 的话 你变相成本的摊薄 亦都会做得比较好些 所以在120mm 的话 其实那个margin 应该是会比审局更加高 所以整体来说 其实在waiver 上面 其实也是做得不错的 反而最麻烦的 那个位置 就是专做一些电池 和这个专做组件 因为你看到 其实你看到 sell和module的价格 其实那个升幅 就一定是没有waiver 和Policylicon的价格 升得那么厉害 因为你看到 其实module 都是由1.7升到1.8 而且它们不可以升得太快 如果你升得太快 的话 下游那些根本上是 可接受的程度 也会越来越少 那么会直接影响到 下游装机的需求 所以它们都不敢 那么快去做一个加价的程度 而且你看到 如果我用一个module 来看 现在其实应该是 大概是每W 每W 应该是1.8 左右 那你看到 1.8 的话 它们最新的 spot price 其实应该是4% 因为很多现在的组件上 不仅是做组件 它是有做一些waiver 有做sale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一体化 如果整体做一体化的公司 其实应该是 大概15.6% 如果我只认为166mm的waiver 来看的话 那当然刚刚看来 如果你是做120 做210mm的 margin应该不仅是15-16% 因为我看回龙基 其实现在应该是16-17%左右 这个已经是整个median 如果你看回蒸奥 你看回Trina 其实都是只有10-11%左右 这个公司特别的 可能是因为 可能还有其他的 本身自己的成本 166和120mm的比例 有些不同 这也会有影响 所以整体的结果 我自己认为 产业链的加价情况 不会像2021年年初的时候 Poly是由150元上到200元的幅度 而影响到下游的地方 情况会严重 我觉得不会的 还有之前有提到 Poly的价格应该是会 在180-200元左右 所以未来可能在Q3尾 应该Poly的价格 应该会陆陆续续回落 回落的情况 还有Waiver的margin 有机会是 大约15-20% 一体化的造型 一体化的造型 亦都相对比 一些专业造型 Waiver的厂商 包括浓缉天合光能 蒸奥和蒸货 最主要是暂时的 在产业链上就是这样 另一件事要提到 就是昨晚出了一个 有人认为非常利好的消息 就是关于屋顶分布式的光复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非常新的事情 大概在2021年6月20日 也有出过一个通知 最主要就是提到光复开发试点 但跟昨天有什么不同 昨天有什么名单 名单 名单就是说 省有多少个 以及在推进的情况 去到什么时候 有提到一些实际的操作 所以有机会相对比较高 这里也有八个点 最重要的三个点 第一个点 刚才提到 每个省 整体报送的试点 有676个 我看外面的行家 应该有31个月 我之前听到Montsandy 他们搞了一个叫 就是跟一些光复的分析师 去谈论 整体市场的期望 应该是22个月 现在出了31个月 应该是比市场的期望更高 这也是超预期的 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点 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在2023年年底 每个各类的屋顶安装的发电比例 都要达到他们之前的通知要求 这里可能大家不太清楚 因为在上几个月之前 一开始出 他们已经提过 所有分布式光复的安装比例 是根据不同的建议 不同类型的建议 包括政府、学校、工商业 和普通的农民屋邨的屋顶 他们有规定 每个省的发电 安装比例 不能低于某个特定的 我之前开过直播的时候 也有提到 现在分布式光复的主要是 政府类别的建议物 包括一些学校、医院 这一类会比较多一点 最后一件事要提到 就是他们的配套产业的发展 因为这里有提到 除了分布式光复之外 其实每个电网的企业 都要开始做电力规划 和试点建设的方案 所以变相间接利好的 就是一些建议和营运类型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说有什么公司 有什么股票 会因为这个政策而受益 其实坦白说全部都会有收益 但如果关于分布式光复 其实有几间的 第一个是农机 农机最主要是做BITV 即是光复建筑一体化的这一类公司 另一个是在inverter上 可能是关于新高 它是主要做一些分布 组寸式的逆变器 这也是在不同的屋内 亦需要用到 而且在一些分布式的组件 包括之前提到的农机 或者天合光能 Trener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受益者 以及一些电网规划 分布式的营养商 这个都还在做搜索 所以暂时来说 有几个不同的范畴都会有受益 所以其实这个policy 整体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情况 所以今天的光复也会好一点 不过现在也是这样的 一天就是EV 一天就是Solar 封也很厉害的 不过现在的健康会更好一点 健康会更好一点 今天就找Kelvin说一下 昨天AK就爆了上去 因为杂彩都出来了 今天就多些东西可以跟大家说 是否Kelvin 那我先开一下 昨天之后下午就出了那些详细的资料 例如它整个投标 中标排名的情况 整个附件 你看到这次大概是四大类的产品 宽关节有三款 之后就失关节 刚才来说 你看回估计 你也看到今天只有AK是升的 我自己略略就估计 其实之前大家有留意港股 就是春立那些 今天跌10% 其实这个就是Kelvin 他们大概整合了 那个关节的投标情况 你看到其实你找不到春立的名字 基本上春立那些是不中标 所以看到股价也是反映整个投标情况 那AK来说其实是相对做得最好 尤其是你看到这里的投标情况 它都是投了几位 在一些大的采购量那边的产品 都是投到第一名、第二名左右 那我整合一下 其实今天Healthcare的气氛 都不是一般的 但是AK暂时 我自己觉得价位也是OK的 那如果你看回一些消息 其实昨天也有说过 昨天也有说过 就是昨天有说过 爱康 他就是AK 他投标的价格大概是六千多元 那然后买税就是一万元 那如果你在说全途风格 就是这个C on C 大概是大家投稿八千元 那其实差别也不是很大 所以他也做到第一名 那你看回这个就是公民去估计 就是出厂价之后 那个价格大概是这个价格 那相对现在去投标的情况 应该大概是两到三成的折扣 那如果你看回整件事 就是昨天也有说过 大概八成的降价 那相对比这个固密支架就好一点 那就是之前有九成以上 固密支架跌了 那就高敏其实他之前也有出过 report说股是跌八成 所以也挺准的 那接着摩根就说好过预期 那就刚才说过了 就是爱康那边 他已经中了他四款的产品 那接着这个大量采购 就应该是明年三月一日 就会开始进行的 那所以就 其实爱康他昨天都 就是因为股价飞了上去 他也出了一个公告 那你见到这里他有出了公告 那些价格 那他也有提及过就是 就是他这个四个产品都中标 那而且这个情况都不错 那接着就是未来两年的价格 都可以有个能见度 因为这个大量采购 那就刚才说到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因为昨天晚上 高敏其实也有一个call 就跟爱康那边管理他曾谈 那他呢 其实这个outlook 其实今年都预算了不好 一来你其实在上半年的话 都见到其实那个demand 是出现问题的 因为这个大量采购 因为大家都在等价格去降 所以就会少了消愁 那你见到下半年的情况 其实都预算是会继续是这样的 因为你都知道是下年三月才买 那个大量采购 所以他下半年就会和那些分销商 可能会做一些conversation 大概是一亿的 其实都不小的这个数 所以就下半年都会有个业绩影响 主要就是去库存方面都要处理这两件事 所以就在分销商那边做了 可能会有业商 那这个都是大方向 其实每间公司都要做 那之前都有一些meeting 曾经说过 他除了整个产品的价格之后 另外还有些marketing的价格 例如是跟台费 跟台费就是那些手饰的跟台员 会跟医生讲解一下那些产品 怎样用那些marketing的分用 例如是去国药那边做配送那边 都会有些mark up 大概3-5% 所以就之前都说过 大概都是这些价格 大概都是这些价格 就是一万多元的价格 之前都说过 那 除了AK之外 还有威高 或者Microport 大家都会关注的 如果你看到威高 就是应该做得最好 因为全部都会中标 但是排名就在2-3-4 都不差 不过 今天股价就跌了5% 始终威高 它是科創板上市 暂时那个估值都相对贵 它比外康贵 所以我暂时觉得都没什么特别 对这间公司的看法 另外Microport 因为它有海外和本土生产的那些关节产品 其中是本土生产的那些是输了 但如果大家记得 本土生产的那些是输了 也是输了 而且我自己看 如果说 尼创来说 其实它 你看到的赛购量 都是相对比其他 其他的估值小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中的标 是一个Bomest 所以我中不了也不要紧 其实我觉得 你看到它都是B 因为它本身的量 就不算多 你看到大那些量 它仍然有Bomest 所以我觉得是OK的 对它来说 这次投标的情况 另外Mire那边 最搞笑的 它付了100元 然后离了行 它的报价 它采购量那边 都是相对中间 又不算很大 又不算很小 但坦白说 它做骨科的产品 就佔比 都不太小 所以 都没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 如果你看到外康 其实它的报价 也有提及到 它的报价 也有提及到 它的采购量 可能比以前更多 20年 尤其是 相对于 下年 它大概是 差不多20万的 volume 和去年 20年比 15万 其实也有些 covid那边的影响 我想都是差不多 其实都看到 volume 是有上升的空间 另外 重点就是 它接下来 二年之后 就是 那个增长 volume 增长 都可以有三成 我想 这个除了 在大力采购那边 另外 都有 3D的业务 会继续公布 因为它有做3D的室关子 还有 之前有收购过的 籍柱公司 都会有些3D的 籍柱的产品 会出到来 所以 都是 大家最关注 就是骨科大量采购 已经做了 所以 其实最差的消息 暂时 就应该都出了 除非有些 真的大家没想过的 新的东西 其中 可能是 一些 我自己觉得 会有些 创伤类 或者是柱的 但都未必会 那么快出 散级 那些 一直都有进行 所以 今次这个结果 其实对于 整体来说 是 爱康是最好的 做得 因为它 投标的情况 真的拿到 它想做的位置 而且它的量 都不用了 尤其是 尤其是 你看到 今次 看这个桌子 也看到 其实海外 那些 相对大很多 然后 爱康 比其他 地方 比较多 也有继续上升的 空间 可以看到 那 我们来看看 其实 业绩方面 那 今年 真的会很噁心 尤其是 这一年 的销售 应该会跌两成 那 其实我自己觉得 都是 预算是会这样的 所以 明天 下年 三月出业职的时候 就会很阳碎 下跌数 但是 大家 现在 应该都是看 22年的情况 那 如果你看回 爱康 那它也 大概 是 两三成的 增长的话 那 现在的企业大概22年 都是 二十多倍 其实 也不算很贵 所以 所以 现在 都继续 关注这间公司 我们都有一点 外康 暂时 那 update就是这样 那 高敏 其实它说 二六年 那个PE大概 是 估计它是 二十六倍 二十五倍 所以 你见到 EPS增长也很高 我估计 以二十三成的 EPS增长 现在二十多倍 都算便宜 我自己觉得 好 好 麻烦了 既然回答一下问题 先坐好 Lewis T 就说 投资中国 医疗 创新药 器材 是力不得好 很多不确定性 再多的上升空间 都击退投资 这种兴趣 是的 多政策又烦 最惨是股仲没有奖 股价不动 大家就不肯花功夫 花月功夫 有回报 大家就开心些 日本、英国、德国十年式低位弹了很多 但是 美国不是 好 接着他说 百姓刑警间接 告诉中国市场消费 继续疲而远 都是 其实这个 大家一直跟 公司都是 一般的 好 接着 即时问题 咦 今天声音好像有沙发 好 继续 April 第一个问题 现在内地流行私募量化交易 阿爷出声 尊炒中正白 要厌知 赚就抽 顺利两成 输就自己 这样 人家也要赚钱 请问 A股是不是有见顶顺劳 我又不是很悔的 多人参与 也要有人肯付钱 那些私募基金才行 至少 这个态度 没有 我售售你A股 不是售售你港股 售售A股 也有人听听 售售你港股 并打两巴 A股没那么差 暂时都是这样 看到形势 当然 A股的形势 可以转得很快 接着 A股 初来就说 今年中国雷股比基金高水位易出 会流力下年出击分别费 我觉得 就是 不会的 因为A股那些基金三个月跑输就摆了 所以它们都很短 比散户更短 台湾有钱的赚尽它 我说中国类股基金 很多都是A股 因为A股钱比港股好 但是 有钱也是一句 弄得点赚尽 不知道什么事 你以为形势很好吗 比港股好 但是不是很好 CanonLive 问3347都是Tagermat 是吗 有没有理解 据说Janescript Tagermat 和Farmeron Farmeron 和Tagermat 都做得好 你见到业绩那边都可以 我见到一些主要都是外资买 因为都是港股升多些 然后Janescript 我想都要捂一下 因为你见到走势都是麻烦地 但我自己反而觉得 它不算很差 都保持着水平 CIO是最强硬的 Janescript 不能就这样说它是CIO 因为它也算是一间 好像包剃共事 下面还有一间Legend 也是做Carty 也有高零 所以我们就买了 OK Nekio说 155有没有看法 因为有些环保东西 之前有257 现在有155 那类 短炒 也有些film 但没有深究 270是什么 270 有关系 270和这些也没有掛 接下来 接下来有987 OK 就问 资源股最近有 相信是一个超级周期 总有会完 其实收股票也是 有后抹缩资源股 看看周期完结了 当然是 只能加红顶白 一般省会 又怎样出入 摸着石头 也好 资源股还好 但深水大家都在打 反而没有那么详情 可能是撇贴一些 资源股份 反而 NPF已经7成 北美3成 日本很久 其实我NPF也有很多 其他 但我自己NPF也有很多其他 因为我自己主力 都是买大陆相关的 感觉是否很不同 我也觉得是 所以今年赚2成多 恭喜你 放心 人家赚钱 我是不会真人富贵的 我会突然高兴 我会真心突然高兴 赚钱 就做一下善事 帮一下人 跟着 阿伯就说 令收8月正常都是淡季 但是 第一就是 按年比较 又一般 跟着 兼且 都被miss了 10月才知道 那当然 一句data 就 不应该放得太大 不过 价格差 又不可以不理 下个月也是这么差 大家更加不高兴 其实 航运爆仓 不是运货 是运什么 但航运爆仓 是global的现象 就是大陆 虽然大陆去不美 那些航线都贵的 好像是2万多元 但是在说内税 零售很多是内税的问题 就敢股经济未必那么差 那些数字很客观 大陆未知这些都假的太重要 所以都一定参考价值 另外新闻 内地说要加大力度转清洁能源 要用电的资源价格都急升 例如水泥 但为什么油价和煤价都不断升 大家都看好 念美 王贵 油价 但这个很难捞一堆说 水泥就是因为水泥价在升 基建在起动 油价就 global又不是大陆搞的 因为印度也没有煤 那天也说过 现在的IPP真的厉害 那些煤之前 大陆要控制 不用那么多火电 用多风电 用那么多光伏 突然间一扯上去 那些煤又说不够 所以很多规则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接着有kol说 269股东因为批股食制了 仓位断化会报 然后市值环球的后层怎么看 大家都觉得两只好似 因为一路批一路上升 但大家明白 是否太批股 就不是批得多密 或者批得多高 初头它一年一次 到半年一次 到一月一次 到一两个月一次 它都照相得回去 最重要就是 它的交不交到 当年都是因为急剧交不到 就开始玩完 所以你说看这些股票 都是看基本步 它的东西继续交到 那就是可以 那你看看现在的健康最弱 但是反而269 都是相对强 接着Lawrence问两只IPO 我就没看 我的同事有没有看 628 2216 有机会看完 值得分享 就跟你说 谢谢Lawrence 先抄下去 不要多有讲字 6628 还有2216 OK CanonLive问 珠宝零售的数字是否好些 我先按一下 我未详细看 不好意思 今早走开了 我们说 珠宝零售可以升7% 谢谢 周大福也有不停看 其实它现在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开店铺的地方 差不多每季要开200多间 其实都很快 所以它这段时间都升了很多下 但现在就是在想究竟 因为它相对很贵的 因为它相对很贵 因为它相对很贵 另外一个两点就看到 它上年负债的情况都比起以前 如果大家知道 以前周大福的负责程 就是那个Leverage都很厉害 现在它就是继续不停爆开店铺 嘗試用一些好一点的Terms 去给那些Fanchise去开店铺 例如不用错货 或者是不用给装修费等等的Terms 然后看看你能不能做到业绩 做不到就要给这些费用 大概3年的Terms 看看接下来的业绩可不可以反应到 说真的,金人珠寶今年还可以 但你看到它的momentum也很快 好,继续 去哪里 OK,看到这里 两句先说,搞教育股是个别行业事件 这个是中证监说的 结果真是伤目失明 我觉得会不会珍持微创 Kelvin昨天是否觉得OK 现在讲股像以前的日本股 没人确定买来买来买来 我想说更惨 你说日本股当年 我也花过一些时间去看 人家比较容易分析 之所以这么暗淡 你的东西就 人口老化 整个banking system也是这样 你的公司没什么动力 那你就值得 港股好像更惨 可能比当年差 但是偶然会给你一些希望 那一刻就差 你没有希望 你不会落财 最多是赢不到钱 你不会输 现在港股趁你落财 就要输钱 最惨 作为省户港股有什么选择 是1686 137 1686 这些是好 但我也觉得省户应该买下 我也觉得 我自己也说过 不重复 他有听我说 那次我在直播讲完后 Rail也有Reach Out 这些真是乖乖的 这些问题是跟香港的困局一样 你叻极会飞,香港也会飞 很惨,这是现实 所以正讲今知讲今知,你可能要买一些够特别的 这些都是Sportsware,电力相关,最新的资源类 大家都只是Thematic地移动 有谁能够安稳定定地把你谷上去 真的好少,真是可惨 美国Moderna好像还能够顶,好多点看 跌完又升了,就算是能够顶 上星期的RND日出了一份200多万的资料 Outlook也不错,MRNA疫苗也是一个很大的方向去查 但星期一就说,其实又不用打多G,不用补新的 又队一队 所以是这样 但怎样他觉得好像还能顶,因为不跌 那又不算 港资303VTAC 又说回王志恩 昨天有朋友说过 谁说拿了一成多股票,然后就看VTAC 都是买一些北美概念 Tetronic,VTAC,全部都是这样 有那么远就有那么远 周街唱到热热 唱他什么 我们先看看 Charles Leung 刚才在凡巧也有留言 港资还有1263 是什么 这是什么 Kelvin 不知道,其实一股份很多年了 我不会说 开心点 今天财息兼收哪只股票 其实今天只是指数差 今天也有些怪 即是那些高低低差 比如我们拿着那些 通常今天 Relastic那么慢,第二天突然转回了 所以也不要这么大声说 哎呀,耗到股票 会不会没有的 日本也有时候炒旅游机场股 但要保持炒旅游机场股 才会有下一浪 一阵一阵 跟分线港股一阵一阵都撒下来 大家没努力 这个问题问得更确实 我答得认真 Lakkeo问 Kevin觉得 MRNA做不做到2137 那种这么厉害的样子 再次用疫苗医癌症 更厉害的 再次用疫苗医癌症 更厉害的 更厉害的 April问内地充电装行 又可以投资吗 我不算很熟 OK,不好意思 263 今天收完10元 还升8% OK OK 厉害 还能买 OK 回答我先 给你回答10秒 在等他回答我的期间 看看AM770有没有问题 这边没问题 后来就有升级版 11月 我们司机金直播升级 有更多的 技术提升 让大家看得开心点 内容也是很满的 听浩德 或者听我的同事说 OK Lakkeo不回答 说笑 好了,今天差不多了 也开试一下 恒生指数最新是25212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Lakkeo说3倍PE 我看到 OK 我的问题你还买不买好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Lakkeo 认真,回答回 共同富裕各测下 社会福利相关的行业 会否受惠 即是哪些 即是 即是保险 好像没关系 公同富裕是否要买保险 我觉得 我想不到 那个逻辑 怎样去到 Lakkeo回答我 就说 PC partner 这东西做显示卡 我知道 要说 Kelvin有空研究一下 Kelvin如果有研究完有什么 就跟大家说一下 OK 不开玩笑了 多谢Lakkeo 跟了我两场 真的很好 大家支持我们 我们也要做得好一点 现在再做正经事 看样子 跟着跟大家说 拜拜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OK 拜拜 拜拜